受風箱花山三線道遲滯道路 110年風災過後造成護欄破損 花蓮縣政府觀光旅遊處 爭取三線萬元進行遲滯路 白暴溪的護欄整修工程 最近完工了 不過由於路旁的路數相當茂盛 村長表示說也呼籲管轄單位 可以進行樹木的整理 避免落葉過多造成雨天路滑 而時常會有當地民眾滑倒的情形發生 花山三線道也就是遲滯道路 近日在花蓮縣政府觀光旅遊處 爭取到三千萬元相關預算 進行遲滯道路白暴溪的護欄修護工程 對用路人的安全是有所保障 不過路數相當茂盛 落葉也經常造成居民行駛上的安全問題 當地村長就表示 樹木的管理單位應該要負起責任 進行整理 我希望說這個林務局 他們可以積極的 來把那個兩邊的樹枝 把它清除掉 不要讓樹葉 就一風一吹就掉到滿地 造成這個行駛人的這個安全 而且是下雨天更危險 所以我想再一次的建議我們 林務局能夠來重視這個池池道路 盡快的來做處理 改善整個環境也比較美觀 池池道路為兩潭自行車道 道路為鄉管 而道路旁的邊坡樹木為林務局管轄的土地 道路護欄為花蓮縣觀光處所管 由於池池道路的樹木生長茂盛 在樹域管理的情況下落葉滿地 時常造成當地民眾在行駛上的安全問題 村長也呼籲管理單位 應該要善盡責任 才能夠讓民眾在行駛上的安全 能夠獲得保障 又能夠欣賞到木瓜系的美景 記者臨界搜封箱採訪報導